各位大家好,我是Dixon 今天就到第十七天 其實今天很美,太陽終於出現了 所以一下班就立即換衣服下跑步 因為今天真的很美,陽光是非常光滑 很曬,很激起我自己下去跑步 那今天說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網友問我 其實5K是難不難的 其實你看到我日日跑5K當然不難 因為我自己都跑開睡眠開 但對於有些人來說 其實5K覺得很難 簡單來說 其實有時候 學校的運動會都有三千米 三千米其實是難不難呢? 其實有很多人都覺得好像很容易 但有些同學就覺得非常難 那今天其實想說什麼呢? 今天主要是想說高股和低股困難和自己 首先第一項目,大家要留意清楚 第一項目就是高股困難,低股自己 第二項目就是低股困難,而高股自己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些人覺得5K很難跑的 有時候都低股了自己的能力 其實是可以的 以前我自己跑的時候 我都覺得5K很難跑 但是通過了訓練之後 竟然我突然跑到5K 所以其實你就會看到一件事 其實這個高股困難,低股自己 其實是不成立的 那當中裡面究竟 你想不想去跑到5K 你想跑到5K的話 你就要通過不斷練習 那第二個邏輯就是什麼呢? 第二個邏輯就是低股困難,高股自己 其實有時候經常都跟人說 跑5K,跑到3K,跑3千米 那很多同學都覺得很容易 但是真真正地下場去跑 真的可能未必能跑得到 那當中,為什麼今天 無緣無故會講這個Logic給大家呢? 原因就是其實這兩個Logic 你要做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你要平衡 那什麼叫平衡呢? 就是簡單來說 其實有時候 大家遇到那些困難 那你可能高股了一個困難 你就會貶低了你自己的價值 那你經常都跟自己說 你自己做不到 去到後期你真的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低股了一個困難 那下去高股了你自己的價值 那很多時候都是變成失敗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考這個Mod Test 或者通過訓練 去看看自己你做不做到 簡單來說,回到DSE考試裡面 其實拿5K以上難不難呢? 其實不難的 通過訓練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當中裡面 經常都高股了一點 就在想 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拿5K很簡單而已 真真正正正去考DSE的時候 去到最終你考不到 這樣就大劑了 所以其實今天那個邏輯推理 就是想跟大家說 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兩者取其平衡 去到最終多些練習 你才有那個信心 那個信心一出現的話 你才可以做得出效果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去理解 這個高股和低股困難 和自己的情況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的手 我現在去跑步了 拜拜 拜拜